花瓣肌為什麼可以這麼粉嫩透亮 因為它不卡粉 嘿 雅芬老師早 雅芬 早 昨天剪片剪到好晚 我覺得我等下花瓣應該會睡著 不用擔心 我們待會花瓣時間很短 搞不好你還沒有睡著 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真的嗎 想要皮膚透亮發光 一定要有創造光源的妝前打底 選擇重點要有高顏展性 而且服貼保濕 這樣才能讓粉底更持久又貼妝 最好還有高防曬係數 跟抗污染為例 這樣只要一瓶呢 就能達到打底隔離又防護 現在開始用花瓣肌粉底液 和550刷痕粉底刷 這可是能幫你快速上妝的兩大神器喔 刷過瞬間就能輕盈貼合肌膚 而且非常的均勻喔 任何的角度都能精準的顧到 全臉上完不用10秒 就能達到真正的零毛孔無瑕 最後呢做整張臉的定妝 簡單的沾取少許的粉量 輕拍於全臉就好 它的粉質非常的輕薄 所以可以讓臉上增加自然的微光 氣色當然就會看起來更好 好 老師 這樣底妝就化完了 只要用對產品就可以打造一個 很快速又完美的底妝 不然我們拿這兩樣產品 試試看各畫半張臉囉 蛤 這樣我會慘敗吧 不會啦 試試看囉 你慢一點啦 這樣我緊張耶 我很慢了耶 我快好了喔 我應該也快好了喔 完成 滑瓣機就是這麼粉嫩透亮不卡粉 而且超快速喔 那麼高一點 有沒有意思 滑瓣機就是特劣排的 超快速創造成了